春天是小野葱生长茂盛的时候 翠绿的小野葱有着浓郁的清香味 是卤猪头的配料之一 而卤猪头有一种非常特别的配料 还没有现身 据说那才是独家秘方 今年这是墨云鹏第一次掌勺 制作村里的波鸡宴 村里的老人看到年轻人的努力 很是开心 纷纷送上祝福 也是打心里希望他这次能成功 卤味 经过原食材与汤汁的深度如何 让食材拥有色香味的方法 酱卤为北方卤味代表 酱汁浓郁色泽红亮质感软烂 酱肘子就是其中的代表 色泽红润麻辣辛香是川卤的特点 卤肥肠是川卤的代表 再往南便是福建广东一带的广东卤味了 讲究食材的原汁原味质感软嫩 色泽上白净 白切鸡就是代表 那今天莫云鹏将如何制作 博鸡宴里的主菜卤猪头 这口大锅已经烧起来了 不加点油吗 油要加的 先加白糖 行不行了 大婆 行不行了 可以可以 我现在对莫哥的这厨艺 还心怀疑惑 我现在再加油 好像跟我常规的炒糖色的不太一样 像咱们做猪头的话 是博鸡宴里面必不可少的吗 那是煮菜 少了那个的话 桌子上也少很多东西 这猪头一摆 驾驶就来了 出现那个焦黄的颜色了 开始变色了这个糖 炒糖色的话 一般都讲究火候 还有这个时间 现在成糖浆了 有泡了 有泡了 吃泡了 加水了 酒红色了已经 咱们是要把这个炒出糖色 变成了一锅汤是吗 对 直接成卤水了 相当于是 墨云鹏说 要想卤猪头具有浓浓的家乡味 就一定要用一种特殊的配料 这是你今天跟我说的秘密武器是吧 对 用稻草 老一辈的 也是老一辈的 对 之前是用这个做什么的 这种的话之前包粽子会用的 铲起来 一捆稻草入锅 让它消化一点猪头 吃起来没有那么腻 用稻草来解猪头的腻啊 对 这还真是头一回听说 稻草入菜由来已久 用稻草烧灰 制作弹性十足的灰豆腐 用稻草捆绑五花肉 避免肉熟碎掉 同时五花肉可增加稻草香气 让肉味不再是甜腻的单调 稻草在卤汁中炖煮 使卤汁有了淡淡的清香味 拍碎了 拍碎的话它比较入味 生姜 然后炒果 茴香 小茴香 香叶 桂皮 来点蒜 二师兄 下锅了 这是一锅别样的卤汤 里边有一味卤料 肯定大家都没有见过 稻草 在锅底不能放 不能留到皮下上来 清香味慢慢就出来了 所以放中手底下 现在我们放在上面 味道就生发了 所以这样还不行 对 通过不断卤制 稻草慢慢变软 清香味由下至上 慢慢地融入到卤汁中 辣椒 大蒜 香叶 小野葱 都为这一锅卤汁 提供了淡淡的香味 通过慢慢地卤制 卤汁的香味 渗透进猪头中 猪头的颜色 越来越棕红 猪头的油汁 融入汤汁中 请不吝点赞订阅